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说,如这个图 OPQ分别是三角形三边的终点 然后OA OA,VP跟CQ是深终线 分别交于多少?交于G点 还有OP交于H点 OP跟CQ交于H点 那么它现在是说 如果CQ这条终线是24的话 那么它分G H等于多少? 我们想得说 这一点的话 是这个边的终点 这个点的话也是这个边的终点 所以你这样一画的话 这一个的话 等于是 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是相似的 而且的话 这个是这个一半 因为这个比这个 是等于这个比这个 那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条线 它是互相平行的 那两条线互相平行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是相似的 那这个的话 比上这个的话 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这个 比上这个 也会等于这个 比上这个 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三角形 这个C P H 相似于多少? 因为这两个互相平行 因为OP 跟AB 平行 所以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 C PH 相似于三角形 CAQ 所以我就晓得说 CH 比上多少呢? 这个CQ 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 CP CP 比上 CA 这个啊 这是1比2 所以我就晓得 CH 等于多少? 等于2分之1 CQ CQ 是等于24 所以就等于12 好 再来我们看看 G 是三角形的重心 所以 CG 是全部的相似 因为 G 为 三角形 ABC 的重心 ABC 所以我就晓得 这个CG 比上 CQ CG 是等于3分之2 G的 这个CQ 所以这样 你说啥? 这样是等于3分之2 乘以CQ 24 38 24 所以是等于16 所以 这个就是16 所以 G H 等于 CG 减掉 多少呢? 减掉 CH CG 是16 CH 是12 所以是等于4 所以答案是4 所以答案是4 所以答案是4